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你的这个方权衣的练习 首先这个就是旺花 借力太多 手肘不要太贴这个肋 如果说这根棒太重的话 可以换一根筋的 基本上手肘是需要向前伸的 不能贴着肋 是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转 贴着肩膀转 现在贴肩这个做的还是挺不错的 就是这个手肘借力借的太厉害 如果说力量不够可以换一根筋的 然后启示 这个启示这边 这个脚不要特别这么直 这是在武林里面一个武林大计 就是可以稍微弯一点点 有一个脚 这样子比如说别人一脚踩上来 起码不会被踩断掉 如果说你这边特别直的话 人家一脚一蹬你这边就断掉了 所以一般这个膝盖这边不会 就是说有一个笔直锁死膝盖的 这样一个状态 它总会留一点余地 然后一条 这个一条感觉要向前脚 我现在感觉你好像有一点 有一点挑歪了 这个你自己看一下 要向自己的正前方去挑 一挑单步和小腹 然后二撩 二撩这个有点问题 就是你整个身体得把它撩过去 用腰带撩过去 现在感觉你看 这个手 挺确实是手这边在撩 撩过去 给你看一个对比 你就拿分解动作里面 这一招来看的话 然后撩 整个身体是撩过来的 你看见没有 其实手是不怎么动的 这只手永远它保持90度 其实就是 它就是这只手不动 这只手基本上也不怎么动 那用什么把它带过来呢 用腰把它带过来 你这里面再看一下 就是说你这里面用腰 虽然也用了点腰 但是用的不明显 大概觉得再用手往前甩 老师傅说就是 练功别甩两叉子 你手能不动 尽量不动 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 在那个方寸二里面 有一节这个课 你可以先看一下 这个我看一下 放到哪里去了 应该是在方寸一 还是在方寸二里面 有一个上四吹 这个就是它练习 就是说用肘去撩键 这样子完全用腰把它带出来 这一节课是一个基本功 你可以先把这个练一下 然后这个就不会有这种问题 这个课叫提标上四吹 不是在方寸一里 就是在方寸二里 你可以找一下 然后接着我们再继续看 喜剑 喜剑 其实腰力是用出来了 但一开始就是说 建议新手这边 把它锁得更死一点 就是说把两只手 锁在腰间 就是锁死在这个腰间 为什么要锁死呢 还是一个点 就是说 刚开始初旋 你只用腰 你把手锁在腰间 不要让它动 可以没 不要让它动 那用什么力量 把剑给转过 洗过去 用腰 所以这里面 你虽然现在已经把腰用出来 但作为一个就是说 初恋 建议你还是 就是说 把手锁在腰间 把它撩过来 然后撩过来 撩是 从上撩到下 有点卡 从上撩到下 这个键 其实是一个这个状态 键是指下面的 然后再做一个背花 就是从背后做一个键花 就跟你一开始 耍的那键花是一样的 从这边 洗过来之后 这个键键是朝底下的 你看 洗到这边 键键是指指下方的 这叫洗完 它是从这儿 洗到高点 然后再洗到下面 是一个弧形 洗到这边之后 然后你说这个背花 不知道怎么做 其实就是 转过身来 做一个 做一个花就行了 这个花其实就跟你一开始 就启示座的花是一样的 前提是你直接洗过来 然后再转身 就是洗过来之后 你这边的花 就不知道再怎么做 你可以专门去看一看这一个 然后这个花呢 你要是看不懂的话 在这一节课里面也有 我找一下 在方村 方村一的课程里面 有一个万花基本功 你看一下这个万花基本功 万花基本功 就是交到最后 差不多在两分 两分十一秒的时候 有专门讲这个万花 放到背上 怎么去转 其实就是这个正转 然后放到背上 背转 就是这个 一个背转就是这个拨挂 所以你也可以看一下 方村一里面 万花基本功 你基本上就了解了 你可以先把这几个列说 我先把这一切都给你了 我先把这一切都给你了 我先把这一切都给你了